Hello 大家好,我是回到Pokemon 究極六寶石5 上次講到應該是解決了等離子團的劇情 這次來到116號道路 也就是我一開始想去的地方 現在這個究極動員應該可以穿過 因為上次的研究人員跟我說了,就可以過去了 好,來吧,波斯莫古 好,有沒有究極二手呢?有,紫禦劍 經過上幾次究極動的一個經驗就是 你要打贏前面的一隻後面才是真正的劇情 其他那些都是一些捉神獸的橋段 嘩,這個不是的 為什麼回到別人的家 這個呢? 這個好像也是神獸 是不是呢? 怎麼會有這隻? 永恆之花?這是什麼? 哎呀,我用了沙塵寶 我們捉一捉吧,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隻? 捉到了,這是永恆之花 670花葉 對呀,它不是這隻顏色 這麼奇怪 為什麼它會是那隻顏色呢? 我也不太清楚 橙花森林,我們回去看看那隻奇特的精靈 好,看看吧 這隻吧 對呀 火方精靈不會被降低能力值 這隻 有什麼特別呢? 有沒有人知道這隻有什麼特別呢? 知道的話記得留言告訴我 這隻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個應該都是神獸 尼貝爾山路 這隻是火水的神獸 抓到了 這隻容易抓到過剛才那隻 好 這裡 這條路 唯獨這個位是紅色的 鬼島 子遠鎮的音樂 什麼鬼島 哇 歡迎來到藥草店 什麼特別呢 藥草店 哇,有重新藥嗎? 買個幾十支 是不是一堆都是鬼 這裡有雜貨店 打養找婆婆 誰呢? 沙魚養老院 這個鬼島 不知道是什麼 哇,有隻野鎮在右上角 哎,你好酸 我寡心喜歡看爺爺 你誰呢? 別妨礙我吃飯 我老朋友瘋了 竟然把你當成是他的孫 作為道歉給你 紀念球 慢慢吃東西吧 老先生 我們這班都是被家人拋棄到這裡的老人家 孩子長大只是想請別人照顧我們 但當初忘記了是親手把他們養大 咳 這些是一些家庭故事 不要說那麼多話 吃藥吧老先生 只有一些目光看著我們 這裡雖然地理偏僻 年輕人有些訓練師的小意外 前海經常發生沙魚襲擊人 酒店也有些慘案 但是這裡很安全 哈哈 因為其他地方不安全 這裡很安全 下一個會是誰呢? 咦? 你回來了,下二 只要穿過這個什麼奧魯安斯暗湖 大家就終於... 年輕的時候 一直想帶著家庭一起坐過這個湖 這樣就可以到達神天地加勒爾地區 直到我兒子迷失了在這個寂寞的洞 我才放棄離開 永遠住在這個小鎮上面 咦? 為什麼他會不斷出來呢? OK 這是一個鬼怪劇情的地方 單車譜 好 後輩的時候 我兒子帶著父親維留給他 凡雪出海之 成功了 歐爾會記信 擁抱大海 擴置海洋等夢想 你想想我兒子 我的鞋子 是不是老了入水? 從這個小潮小勇 想不到他成功闖出了這個... 格陵蘭海域 還成功純步了你的沙遠或天生的海洋之子 加入了什麼組織呢? 海洋隊、水艦隊 OK 現在這麼多這些野居人 躲在長角的 四到之十到 鬼島啊 嘩 歡迎你來到格陵蘭大酒店 你需要開通自己的庫房 入住需要一萬元 希望你平安無事 還沒入住酒店 我還沒發生什麼事 不讓我進去 鬼島 有精靈後 詛咒之乎 不拿了 垃圾 黑外來的異鄉人 異世相遇 盡享未備 你最好快點離開 不對啊 你已經沒辦法離開了 從來來到你就沒辦法離開了 前海有恐怖的鯊魚 年輕的有些事還沒人收拾 小禎陪伴著恐怖的情緒 可怕的謠言四處散開 那些恐怖的謠言 已經變成人 飯後的一個話題 究竟哪些真 哪個假 不知 反正都是很恐怖的 殉情談 非常適合一起殉情 這個就是春之館所描繪的著名地點 很久以前有一對男女 女生天生禮則 招惹了很多劣質的倉戶 這個呼應曾經飄離去花島 想不到綻放她時有沒有如此醜陋 最後被腐化的斑花 向我發出一個殉情的邀請 最後雙文飄揚 終於離開了一夜 都沒辦法離開的小鎮 去往了無盡的心怨 這個故事說的是 說的是殉情談 究竟是奧魯安斯暗湖呢? 還是傳聞沿著迷幻森林上流的河村呢? 咳咳咳 這個呢?這個有什麼說的? 書館安靜 查閱 真的有得查閱? 應該沒得查閱 這本呢? 有了 是一個很大的禁區 很久以前很多生命在這裡消失了 曾經被稱為大毀滅的事件 是由一隻傳說中的精靈引起 導致森林周遭充滿死氣 於八年前的災難當中 生命之神介入在這裡 發生了紛爭 將它滋潤大地 最終據說雙方都被某次序的力量調和了 紛爭停止了 生命之神鎮守著森林的高地 化作為不漏的生命之樹 傳說的死亡精靈 沉睡在森林深處暗黑深淵之處 凡是靠近都會招待死亡的詛咒 好厲害啊 這個詛咒 多有趣 好鬼島 這個呢 我們一家永遠困在這個島 我丈夫打算穿越這個絕望的洞窟 然後被一些不好的東西潛了 已經睡了兩個星期了 爸爸沒事吧 快點打我去吧 當作不應該帶你來這裡受罪 當初也是怪鬼神戰中介 介紹我來這個北方小島 嘻嘻嘻嘻 哇 深寒 什麼事 嘻嘻嘻 鬼師啊 深寒 可以走的 可以走的 OK 有些寒 這個是什麼人 這小人應該多些 好像幽靈管主 在深沙修煉著真正的鬼島 這是什麼 寧蘭 寧蘭道館是哪個道館 不知道 好像看到孫娘在對面 帶過來 對面 對面 嘻嘻嘻 嘻嘻 嘻嘻 亡靈 一隻咬碎 這個亡靈能不能捉 然後 為什麼殺了孫女 一隻得患 我孫女 很小 因為晚上被幽靈 氣氣帶出 之後 就沒有回來 真的沒有了 沒有了 那隻鬼 不想殺了那隻鬼 好 好 我們嘗嘗入住這間鬼島的酒店 你的房間最頂層在那裡 我陳主會幫你安排 這個特殊符咒可以保護你 酒店進入平安 一帶你離開了 符咒就會無瑕 再辦你一次入住 入住儀式 入住收費 收費令 嘻嘻 這麼瘋 收了一萬元 雖然我一萬元很容易找 這個 喂 這個已經暫時封鎖了 自殺未遂事件 雖然但是 他們已經轉換了其他房間 這個什麼 喂 拿了房間 沒錯 我們以宙符作為我們房間通行 一方面婆婆我們有庇護 這個大概知道什麼宙符 應該是那些抗鬼的宙符 這個什麼 鬼島 懺悔老奶奶 很有趣 她的一家都被這個小鎮迫封了 母親和孩子一齊 雙情不背 明明比起母親還有更好人選 如果對著是她 她的腰弱我會淡眼 確實已經太遲了 明明失去可口的塔 誰 靈兒 豬呀 寬書我們 這個佛拉達利先生 一定可以換用到這個能源 生命之神的能源 帶給這個小島一線生機 就算是出賣了這個 這個什麼尼亞斯 好像是XY的劇情 尼亞斯好像是那隻鹿 那個鹿好像是生命之神 他擁有可以令大地恢復原貌 即恢復活力的一個能力 男朋友經常躲在螢幕上打遊戲 有什麼好玩 有什麼奇蹟交換 明明有更好玩的人在身邊 唉 肯定是我 奇蹟交換怎麼會 由幾顆 看我用兩部進化負敵 什麼 你對我兩部交換儀器有興趣 自我交換系統兩部儀器 同時輸入你自己精靈的數據 雖然儀器會顯示有些錯誤 但是他依然幫我順利完成進化 所以要借一個給你 然後會食了精靈 我好照顧 這個就是自我交換下一條 加換了 有什麼分別 OK 意思就是說 複製一隻精靈 接著Coffee回來 就是模擬一個進化的過程 綠色碎片我喜歡 教你的精靈 千負滿 即使你最後也不會退伍 狗的綠色碎片一次 削了嗎 碎片收集家的背包 偷了別人的背包 正 外面那位是瘋狂碎片收集家 世界各地都有 好像獵人之家一樣的收集 你說碎片哪裡收集 不就是野外捕捉那些 都有機率 充滿著神秘 OK 沒有特別 再上 我們的頂層在哪裡 還有多久 頂層 黑球主 電影媒體播放室 卡洛斯VX加拿爾 八年戰爭電影正在現影 黑液精靈 古代這個小鎮出賣了黑液精靈 將他的棲息地雙手拱給卡洛斯 以棲用於八年戰爭 最終黑液精靈覺醒了新的力量 化身為死液精靈活躍於這個戰場 最終敗逃回來這裡 對小鎮盡量復仇 小鎮的人最後被這個詛咒 世世代代都無法離開 OK 紫蘭在這裡死亡 反轉了反轉了 好特別 OK 其實太多東西了 消化不見 惡技不用了 收集家的背包 偷別人的背包就可以不用了 有什麼洗碗可以清... 咦 右手邊有些筆 他說有些什麼... 講他們那些茶組就會遭遇筆茶 可不可以將有溫度調高 怎樣調高 這個啊 多謝你這些稀有的茶具送給你 嘩好害怕你送東西給我 不理得那麼多 只要還可以安心租酒店 我就可以安心地繼續生活 軟然的力量太可怕了 據說熱愛茶具 套組的女孩擁有... 那些茶具擁有不可思議可怕的力量 雖然沒有人敢言諒這個少女 算是一種自我保護 據說背後 傾過她壞話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好大啊 有多少層啊 因為我們直接上去上面 我覺得可以直接上去 有些外鄉人士 原來有多外鄉人士 因為來到之後就... 自己的家也不想回去 這個呢 新的房客 就護給我就可以入房了 這裡就是我的房 再上呢 餐廳 喝東西啊 美味之水 這個呢 樹果汁 OK 我們進去住這間房 看看是怎樣 這一間 客房服務 客房服務是那個道具 我們拿一拿吧 始終都有用的客房服務 我們不要這個什麼 速度增強劑 有什麼特別啊 OK 天燭光呢 要上床太早 那就是我不應該 上來住 我們現在要下去 先完成劇情 是不是這個意思 OK 那既然是... 不對啊 一出去就要再來過 低能 那我進來幹什麼 OK 那我們要進後山吧 絕望洞窟 有多絕望 看看 鬼絲通 最喜歡搞鬼的精靈出來 嘩 這個地方 一看就知道 無限輪背 OMG 找不到路啊 找不到路啊 真的找不到路啊 這個路啊 對了 嘩這個有點難找啊 真心 咦 永遠找不到他 地震 只有五十咧 這班人 太差勁了吧 好像古君之路啊 這裡 夢妖 刺喔 這裡刺是成都的古君之路 我先看看 怎麼走 毫無反映一個女性飄浮 還是沒有理會的 不知道在做什麼 飄浮 鬼是Mega石 鬼是Mega石 星神鑽石 又是那顆賣 用來賣的那顆道具啊 沒什麼用 這裡去哪裡啊 這裡 哎 過了那個小子 嘴囚還嘴囚情報呢 挺準的 突然把他總書等到 咦 閃耀團隊啊 這個是XY的劇 對嗎 對 有這樣的劇情嗎 雖然當年XY是日文 我可能未懂得看 但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XY 其實我怎麼玩 還有卡羅斯未來的未來 美麗的未來 這裡可能不關怪談事 燒傷我 搞錯啊 地震 神經病 神經病 燒傷我 又要玩這些 又要用地震 然後馬上換飛行寵 這惡劣的行為 這屈肌聯狼在這裡 收場這個 敵歐 藍斑 這隻 應該用你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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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條路 誰弄這些道路 這條路 超麻煩 走得 這裡吧 既然有人駐守 在這裡 守護 沒有玩什麼 第一關的守護 是想怎樣 殺 殺 就算你是龍 我都要照殺 奧魯安斯之心 這個應該是XY的其中一個地方 而那個怪談應該是XY有見過 因為我真的沒有印象 因為它本身是日文 我就更加不懂 魔幻森林的入口裡面很危險 不熟悉人 很容易迷失 所以我們鎮守在這裡 現在的你還未能進 我們要先解決這個 閃耀團事件 嘩 什麼事 一下子爆了 好煩 那些 還有那個守護 是沒有巨魔 靈魂衝擊 唉 中毒 好 雖然我們買了這個重新藥 但是我們可以吃藥才行 問他 我們守在這裡沒事吧 上面吩咐我們的任務就是守在這裡沒有其他指令 話說實話 新來的小鬼是什麼人 不知道在哪裡走出來的 直接帶他去到兩位幹部執行任務 說什麼合作者 據說他實力很強 實力很強 實力超越這個管主 實力強不強 不知道 口臭看得出來 好了不要想太多了 好好把守住這個地方 好 我們現在要過去那條路 柳木妖 怪人 嘩 進化了哪一隻 獅子 無所謂 流星閃衝 不知道有沒有用 鎖匙 是最強大的鎖匙 怎麼會麻眉了 對 咬嘩 要轉重了 翻格拉 龍頭尼鼠也可以 龍頭尼鼠 飛震 嘩 他用了反射逼 飛震 翻格拉的尖逼攻擊 我覺得應該打不死 對 真的打不死 因為他防怨太高 再用槍 更加不用自打 哎呀 打不中 這個嗎 吸遇生命氣場的精靈 這個就是閃耀團的團長 我會這樣持續吸遇 這個世界只會變得更加醜陋 我需要你的力量來啟動 最終兵器 清除這個世界的醜陋 噢 果然來了吧 布拉塔羅博斯體中的少年 艾克斯 二合救的訓練師 為什麼你會知道 快點停手 閃耀隊的佈下已經被擊敗 看來是 咬布又過來了 不要再做無謂的抵抗 停下你的瘋狂計劃 究竟誰才是錯誤 究竟誰才是錯誤 在未了解真相之前 就用精靈強行改變 其他人想法 難道是正確嗎 曾經的我都相信世間的魅力 年輕的時候 我都和精靈一起環遊卡洛斯地區 向各地苦難的人伸出援手 但他們辯本家就說 主張要更多要求 權利 援助之手 招致了他們的傲慢 這些愚蠢之徒 只會污染卡洛斯的魅力 你們不一樣 過度利用精靈的力量來戰鬥 想阻止我第一想法 竟然是用精靈的戰鬥 而不是自己的意志說服 來吧 我們立即來場Bossing 立即帶拳圖 這不是一種持續的索取嗎 不斷地害求精靈更強的戰鬥力 但作為訓練師本身又有多少付出和進步 即是抱著這些 一半的覺悟 就想說服我對世間魅力的執著 夠了 或者你說 只會一美新手的人 確實存在在新手檔 但同時你都不可以否定其他人的努力 一直以來我都受到很多人幫助 小姐小姐 先生 還有什麼賺 他們改變了孤僻的我 自閉的我 是大大小大大 他們一直以來的陪伴信任 誕生了現在的我 現在是我回應的時候 給大家託付給我的五粒的Mega石 和五粒超級石 光芒替結 融會 一起戰鬥吧 可以跟他們玩嗎 唉呀 不懂得我們班格拉 早知 好 我們長毛巨魔 濃厚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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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一把美女 師傅有 先來個光反射場 但對面好像比我快 會不會用fakeout呢 是fakeout了 嘩 Mega耿鬼 直接Mega 嘩 烈蜂 光牆 嘩 隊友 怎樣啊 我正在負責輔助 嘩 獅子組合 應該死了 對 對 靠他了 眼斑 嘩 燒死了 嘩 贏到嗎 OMG 哎呀 不記得save 快燈 ți 潘 阿 我 有 迪 成